对你刚才说的那段时光呢 就是九十年代毕业以后 到夏矿之间 其实那段时光可能你自己写的也很少 就是你好像很少 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好像人生有非常多的理想 好像有没有具体的切实的理想 当然你要放在现在就很清晰考大学 用这个改变命运 当然那时候考大学也非常之难 就是我们一个班几乎都没有一个考上的 打工呢 你像在九十年代 当然在整个八十年代末在南方 其实已经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了 走这条路 但是在山区呢 还是和富贝那种刀跟火中 面朝黄都背朝天 那种生活 以至于我高中毕业回到家 好多年都不知道干什么 带着农村相复北一样 心有不甘 但是在外面吧 一无所知 自己也没有那个勇气超外总 没有勇气超外总 非常纠结 那是非常纠结 其实知道 其实那时候虽然是爱好文学吧 其实心非常明白 短时间考文学改变命运 几乎是不怎么可能 父亲对我还是照顾一面吧 他一样不甘心 我父母一样不甘心 他就说你不要干地的活 你去放牛吧 其实放牛就是把牛 赶到山上再赶回来 但是你几乎 有大量的时间嘛 其实也读过很多杂书 读那些东西 读那些书吧 其实也是非常无聊 打发时光吧 但那个一段时间 确实是很空白 但是心内心非常焦虑 非常焦虑 就是后来回到家呢 但是有个清晰的认识 不能在农村结婚的 那结婚就 命运就束缚在这个地方 那和父辈没有任何区别 我结婚很晚 28岁 在农村就大量青年 那时候不就是有个电影 人生嘛 人生 高嘉陵嘛 对高嘉陵 会不会碰到一个成立的姑娘 真的是那时候 那时候就 稍稍有个清晰的认识 是这样 我的初恋在东北 你怎么认识 初恋怎么在东北呢 那时候你知道 笔友吗 那时候就是文学青年 他有一个 比如说有很多的报纸 他搞一个看寿 其实我们那一代的文学青年 很多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像那写作寒寿 对 就是写作寒寿 就是我在这写的人当中 就挑了个女孩子和我年龄差不多 也是个文学青年 后来呢 就当然首先先探文学了 后来怎么探的感情 你是不是很会写情书啊 我真的是高手呀 还给我讲一下怎么写 那个年代是写信的 男女之间呢 孩子在外面工作 孩子在外面当兵呢 家亲呢 都由我来写 特别擅长写这个 给小伙子们 给女孩子们 当一个合适了 我的字写的挺好的 对 现在我确实觉得 你字写的很好看 那时候就是写的小凯 一定是要用作文纸 就翻格翻格纸 是哪怕写五页六页 没有一个错别字 没有一个图改的地方 这怎么做到 就是练出来的 真是练出来的 嗯 那很长时间 他父母也同意 就说一定要让我 让我去他们家去看一看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 比起早早一点 特别寒冷 我从我们家 那时候我查了地头 那时候我们没有导航 就是看地头 差不多五天 我觉得四五天才到那里 见面的感受什么呀 感受吧 他父母其实非常同意 那个事情 我那时候 你想二十二三岁 也差不多是一个 有这么高 高大的涉小伙 对对 他真的 家里人都特别愿意 那个时期 其实我们对户口 非常讲究 你到那就是 没有身份的人 嗯 没有身份 就没法解决工作 他家里人说 那个户口 肯定是要给你解决 但是三年 或者是五年 不知道 那我就突然 我更加绝望 我说 那可能是要 要无期的事情 那我说 我怎么生活呢 那姑娘说 他说 他说 我不是有工资吗 嗯 那我一想 那更不可能 怎么一个 我们作为一个男的 那一定是要养家的 怎么可以要花你的工资 这是不现实的呀 嗯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我觉得 其实是很难的 没法去实现 嗯 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所以就回家了呗 嗯 逃跑了呗 回来了 后来回到家 其实回过头来看 原来的那些 所有的向往 就像高嘉林那样 嗯 去讨一个 一个承担的姑娘 以这个做跳板 去去改变人生 好像不现实 嗯 每个城市 大概也有难处 嗯 那这个还是挺 挺大打击的 嗯 其实 有幻灭感的呀 会有吧 当时 那非常幻灭 嗯 非常幻灭 那个时代的 门槛呢 更加复杂 嗯 所以这个 就可能是 非常幻灭 后来回到家呢 就是 必须面的现实 嗯 必须面的现实 所以回到家 就是 找一个 找一个女孩子 结婚 去盖房子 去生活 99年 最初决定 去矿山 那个决定 是怎么 是怎么做出来 当时什么样的 一种状况 我家儿子 就是99年出生 嗯 嗯 那时候就面临了 一个问题 那时候和父母 就确定离开了 和父母 因为兄弟们多 你要自己过 自己的生活 嗯 你要分家 造房子 我自己造了 三间大房 分到了很多年 自家人费 那么能量 非常努力 嗯 搞了很多年 很失败吧 不行 就是到那个时期 是身无分文 嗯 根本就没一点钱花 就把我孩子的奶粉钱 常常阶级不上 嗯 我爱人身体 特别不好 他他几乎是不能去 但是他没有打工的可能 所以那时候就急迫的 迫切的 需要去解决 现实的生活的问题 而恰恰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很多的同辈啊 或者比我们四十年长的人呢 就就从家乡出发 嗯 去华山 一东的 通关啊 河南的领宝啊 什么呀呀 去去清理金矿打工 嗯 比较自由 相对而言可能矿权工资也高一点 嗯 因为毕竟是冒险的活 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 发财的可能 毕竟是和金字打交的 相对也好一点 也确实是生活所迫 生活所迫 嗯 嗯 一去十六年 嗯 咱们 咱们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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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喜 我感历史业要穿越了 我们家原来就是参加太平天谷 从安庆 我们总共参加安庆保和站 就顺着长江讨上来的 看着衣服和太平天谷的金是不是一样的吗 是啊 我就说嘛 原来就是每一家过年是挂灯笼的 挂灯笼的上面就写江南两字 所有所有都写江南两个字 对 就一江南两个字 这是最繁荣的时候什么时候 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给政府做新闻嘛 嗯 三万三千人 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有一万三千 大部分就去县城了 嗯 或者去西安的 今天就算是很热闹了 像过年吧 所有人赶回来了 嗯 平时非常萧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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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